你去找 你去捡回来 就当给你妹妹赔罪 啊 可 可是我不知道 丢在哪里了呢 还是得让淡淡妹妹去 我才不去 我去吧 嗯 委屈你了 黎颖捂着脸 满心阴郁地下了楼 立锦等她走了一段路了 哦 对了 我刚才 看见外面有一个男人鬼鬼祟祟的 不会是小偷什么的吧 妈妈出去找东西 没事吧 没用的东西 怎么现在才说呀 赶紧追了出去 李淡淡也下去了 立锦心情愉悦地看着他们 自己则是转身 进了李淡淡的房间 黎颖走到大门口 脸色阴沉 冷不滴 旁边窜出一个健壮的男人 一把搂住了她 亲了一口 宝贝 惊喜吗 你怎么来了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我宝贝想我了 我是知道的 宝贝 你的脸怎么了 谁动你了 怎么舍得呀 是你家里那个男人吗 他居然打你 哎呀 你赶紧走啊 我老公 你们在干什么 啊 力量狠狠一脚 就蹬在李颖身上 老公 老公 我是冤枉的 我不认识这个男人呀 他是自顾自冲上来抱住我的 老公 那男人健壮就知道 自己是被算计了 他转身就要跑 叫贼宝哪里去 老公 老公 你相信我 这其中肯定有误会 肯定是这个人 贪图妈妈的美色 我都亲眼看见了 是他强硬地抱住我的 我很害怕 老公 你相信我 我怎么会找这种男人呢 你就是我最爱的人呀 啊 妈妈 你们这是怎么了 哎 那个人的那串手链 不是妈妈前两个月 让爸爸去欧洲 带的限量款吗 妈妈不是说 要送去给家里的侄子吗 没想到 他也有呢 真是缘分 力量听了这话 按着李颖的脖子 就开始揍人 咦 还有这个门呢 好好的 怎么开了呢 力紧微笑 看向保安室 哎呀 哎 王叔怎么在睡觉呢 老子今天就开了它 去把老王给我拽出来 我一块儿走 说完 又继续打李影 李淡淡冲上去要拦 他胳膊被力紧一把拉住 我一块儿就要担心一把